假設如果你平常不想要背到這麼厚的話呢 可以把它縮起來 先把它縮起來給你看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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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Auto的頻道 今天非常的特別 今天要來介紹什麼呢 今天要來分享一個後背包 那我之前有開箱過蠻多包包的 從那種隨身包 像腰包啊 到側背包 然後再到一個後背包 都可以滿足我們日常的需求 例如說我們要去上班啊 或者是平常在通勤的時候可以使用 像那種兩天三夜或三天兩夜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需要一些 更大一點容量的包包 那我們這一次就非常非常開心 廠商就寄來一個非常非常多功能 而且重量超級大的包包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給大家看 必須要說它非常這樣能裝 非常非常好用 我幾乎三天的衣服 行李包包 攝影器材 全部可以放在這個包包裡 因為廠商寄來有一段時間了 我就想說我先試用一下 覺得好用的話 我再來分享給各位看這樣子 那我個人已經先使用了 差不多一個多禮拜 這個禮拜呢 我都是帶這個包包 那這個包包呢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功能的包包 它叫做Nazzo Road 那我只能說呢 這個牌子可能就是一台剛起來 它還不算是非常歷史悠久的包包 不過 如果你是一個不想要花很多很多錢 去買一顆很名牌的包包 假設呢 你是想要一個非常非常多功能 包含你可以放下你的電腦 放下你所有的衣物 放下你的攝影器材 或者是放下你想要出去玩 所有攝帶的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這一顆包包 算是BP值超級高 因為它的價格差不多2300塊左右 可是呢 它的隔層超級多 整個質感做的也是非常到位 非常好 光這樣看 就會看到超級多隔層的感覺有沒有 它的高46公分 厚18公分 寬30公分 那它的重量是1.1公斤 它使用的材質是960D 牛津房加PU 那可以放下的筆電尺寸是15.6吋到17吋 我個人是放13吋的筆電啦 也是可以放 它的防水性就是防潑水 雖然它的整個包包就是有前面這個拉鍊呢 有做防水攪帶 例如說你下雨天 這邊還是會有可能會 被雨傘的水遞下來 那這邊它就有做一個防潑水的這個拉鍊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USB孔 可以把你的行動電源的線 接在裡面 你今天想要充電 想要充手機 你就直接從這個線 充出來就好 你就不用把整個包包打開來 然後拿出行動電源 然後還不知道放哪裡這樣子 前面呢 它就是一個防潑水的材質 我剛剛有講到說 它這邊有一個 防潑水拉鍊 那我通常會在這裡面放一些 像我的AirPods Pro之類的 方便拿嘛 你要拿東西什麼都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放這裡 然後這邊呢 它還有一個小隔層 這邊有個小隔層 拉鍊一樣可以拉開 這邊就我放比較多東西 因為這一層呢 它很大 那我裡面就防很多 像我的鑰匙 有個識別症 然後 金盞化化妝水 有時候皮膚太乾可以用 然後還有我的小錢包 然後 倒到也不行 真的是倒到也不行 然後像我的鑰匙 我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 平平錢包 我就會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還有最近可能 放什麼乳液啊 就說 又是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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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腔最近因為比較常需要量體溫 如果你今天喉嚨癢癢的 或是 覺得頭暈暈的 可能就要快點量一下體溫 不然的話 你可能進捷運 你也不能進去 去擺貨你也不能進去 這樣子 然後 有關像我就是隨身攜帶 然後還有一個 有時候開會 或跟別人講話 嘴巴會臭 就會帶一個口香糖 然後還有我的豆豆藥 跟護唇膏 欸我東西真的有一點多耶 接下來呢 第三層它是一個降開的 它是一個降開的 有沒有看到 它裡面這個材質 非常的滑順 這一層其實就是 有點類似一般的包包 都會有一層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已經是內裡的 但它這個還算是在外面 這邊有個網布 網格的設計 然後這邊有個兩個袋子 可以放你的皮夾 例如說零錢袋或什麼 就可以放到這個袋子 這邊還有兩個 可以擦皮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上面這邊 這邊還有個鑰匙口 鑰匙呢 就可以直接掛在這裡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找鑰匙也很方便 上次我剛剛過AirTag 你也可以掛AirTag在這裡 這是第三層 還沒結束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側邊這邊 有個這個 打開 這個打開之後 真的是 但是完全解封 第四層呢 它的開法就厲害了喔 它就要這樣開了 感覺很像行李箱吧 立起來給大家看 可以放超多東西 像我就把一些購物袋 例如說 去買星巴克或什麼 就是有一些袋子 我就放這裡 這樣的話我之後 就不用一直 再去跟它拿袋子 比較環保 這邊有一個 非常非常類似 行李箱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放裡面 然後像我現在呢 就有放一些衣服 我這幾天的衣服 然後帽子 像有時候我需要充電 我就會把充電器那些放裡面 然後就會把這些東西 都放在這個袋子 然後雨傘放在這裡面 現在是薄薄的嘛 現在看起來 就很薄薄的 就是沒有很厚 可是呢 第五個拉鍊 第五個拉鍊把它拉開 如果你把它拉開的話呢 拉給大家看 好 你把它拉開的話 它就可以自動變得很厚 它這個拉鍊打開之後 它這個地方 整個就變得比較厚了 可以從26升變36升 容量變超大 然後你就可以賺更多的衣服 像我現在呢 可能兩天的話 我不用拉開 我就可以賺下了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賺到 三天的晚上的衣服 或四天的衣服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拉開 整個超級大空間 超像行李箱的 這個設計真的是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旅行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用 對於是把一個行李箱 背在你後面的感覺一樣 像我今天展開都這麼厚 假設如果你平常不想要背到這麼厚的話呢 可以把它縮起來 先把它縮起來給你看 它會掉 它會掉 因為我裡面有放電腦 你現在電腦還在裡面 整個看起來呢 就會變不少 假設你東西沒有放那麼多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拉起來 看起來會比較輕便一點 還有最後一層 它非常非常非常多層 那這個呢 它整開1 2的大小 那這裡面就是所謂的筆電層啊 就裡面我就會放我的筆電 像我平常剪影片的時候啊 就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還有平板 也是都可以放在這一層 還有Apple Pencil 我有時候要做封面啊 有時候想到什麼 想畫畫的時候 我就會蠻穿用的 譬如說我的文件夾啊 有時候要出去玩啊 放一些紙本文件 我就會用這個 然後我的皮夾啊 這類的 它都是放在這一層這樣 然後還有筆電 很不錯的地方就是說 後面啊 有這個魔鬼栽 它是有那種絨布的材質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可以好好的保護你的筆電 不怕在移動的時候被刮傷 我後來還有發現兩個地方 使用下來才發現的 這個背帶 還有一個小拉鍊 可以拉開來 所以我覺得我的那個AirPods Pro啊 根本就可以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個袋子 就很方便 你要拿的話 就連包包都不用拿到後面 就直接放在這裡 拉開 就直接拿 然後或者是Yoyo卡 直接放裡面就可以了 這個設計還是 滿方便的 另外它還有很特別的暗袋 它這邊居然還做了一個暗袋 太神奇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皮夾什麼的 比較隱私的東西 就放在這裡面 很酷吧很酷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包太厲害了 那我們大致上開箱就這樣啦 那我們現在可以到戶外去看看 真實的使用感受 好的 這次就背著拿州RODE這款 ELTA後背包到苗栗的墨艷山爬爬步道 拿州是日語謎的意思 追求簡約的理念 簡單輕鬆的踏上旅程 是包包品牌的核心理念 如同苗栗的墨艷步道 輕鬆簡單的步道 沿途有著竹林的圍繞 爬起來非常的失意 墨艷山位於苗栗 頭屋鄉和公館的交切處 因為山的形狀類似雁台 山頭上又很長會有雲路圍繞 好像一幅山水畫一樣 因此人民就稱這邊叫做墨艷山 步道行走大約只要15分鐘的路程 就可以來到墨艷山的觀景平台 360度無死角的景色 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高速公路 算是非常輕鬆就可以享受到的美景 這次背這一款包包走墨艷山步道 包包可以裝下整套攝影器材 就算塞了相機、腳架、空拍機等等的設備 也不會讓包包顯得膨脹、變形 肩帶與後背的泡棉給予非常良好的支撐性 走起路來也不會有過多的搖晃 包包表面的材質非常耐用 就算在野外隨便放在地面上也不會造成破損 整體使用下來是一個非常多功能的後背包款 旅遊時不用擔心包包造一下想要放進去的東西 上班時也不會覺得包包不夠正式 能大能小的設計給予使用者有很多空間可以發揮 OK歡迎回來 那我們這個包包呢介紹就介紹到差不多到這邊啦 它的外型就比較正式一點 一連寫著它非常非常多功能 然後呢我看到這個包包的時候就想說 這個應該滿貴的吧 因為畢竟這個包包這麼多功能 那麼多拉鍊 然後整個材質用料也都是非常好 應該很貴吧 結果我一看到價格2300多塊而已 我覺得真的是太俗心了 像現在的那種後背包隨便動輒就是三四千塊五六千塊 這麼多功能 然後這麼多拉鍊 還可以後背 然後還可以放在行李架上 還有這個手提的可以拉 還有這個行動充電的地方 這個包包真的CP值超級高 真的是滿推薦給各位的 然後它後面這個很舒服 如果你背比較重一點的話 這個泡瓶是做得非常非常的軟 這個肩帶也是比較厚一點 所以你背重物的時候呢 就要有很好的力的分散 那這樣的話你就不會覺得這個地方好像被勒到很重的樣子 我覺得你給這個包包評價真的是滿高的 就值得推薦給各位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喜歡 那如果你的朋友也是找多功能包包 CP值又超級高的話 那可以把這個影片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結束 掰掰